舞蹈馆内突然出现一具示意怪 和他对峙的 就是曾经的冒险者队长 只不过现在的他却拉了不少 连小怪都无法应对 好在关键时刻 硬斯赶了过来 将怪人带到户外的同时 从安裤手中借过核心硬币 果然无论硬币多远多偏 硬币都能百分百接种 没有丝毫有欲 硬斯直接变成大拖把 与怪人对战的过程中 欧兹发现 这次的小怪互假异常的后 当然不排除硬斯最近甚虚的可能 感受到宿主强烈欲望的小怪 再次不想欧兹 可这时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本以为他是要美救英雄 但下一秒他却光速白给 宿余怪逃离战场后 安裤便逃出机械鹰前去追击 根据目光他发现了亲征对手 但奇 看来这次 欧兹又要给别人打工了 安裤回到硬斯身边后 发现了刚刚闪现白给的女人 就是宿余怪的宿主 女人醒后 硬斯从他嘴中得知了真相 原来他在武道意图 遇到了平静期 为了寻找突破的办法 还有一个乌凡找上了他 从他体内孵化出宿余怪 替他去实现梦想 还有这种好事 直不相瞒 我有一个朋友 另一边 宿余怪在袭击了数个进口后 他体内的欲望达到了定值 从而进化成了完全体 看这造型 一类夹斗就是拿你改的吧 他寻到宿余怪位置的硬斯 立马赶到现场 将怪人击退后 发现成昭和流氓 朝着对方重拳出击 听这音效 你是师叔抢鬼吗 毕竟没第二个骑士 突然停的硬币被封化出来 形成了一个新的宿余怪 腰折了 一类夹斗竟然生出了个一类钢斗 看来宿主的欲望还不止一个 现在一对二 欧子完全不敌 很快便落入下风 与此同时 一个背着没奇怪的男人 缓缓向这边靠近 属在新手保护器的二级 异常嚣张 只不过他手扣腰带的动作 多少有点牢 但其开局直接冲前 在右手凝聚出凹气钢钻 与其他武器不同 他自带天赋 闲切预兆 属于怪辛苦收起来的硬币 全被弹齐收入囊中 收拾完大哥 二弟显得有些不服 试图偷袭 但被一打出 巧妙躲过 随后逃出客金枪 对着属于怪火力全开 不愧是史上最客金的骑士 一场战斗下来 实用的硬币 足够残酷安库一年 在半无差别攻击后 安库决定不能再让他如此放肆 为此他给欧姿 塑上了牢虎硬币 切换成红绿灯形 他的欧姿 直接释放大招 报价过后 安库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打扫 就在他向硬斯请求帮助时 但其已经在右手 凝聚出一个强力细铁石 将艾斯的安库弹开后 地面上缩的硬币 全都被他扔进了煤气罐 这种强抢生意的行为 安库当然第一个不服 但一达出却表示 他对这些硬币并不感兴趣 他只有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从红上手里 赚取一个亿 说完便潇洒了一场 回到料理店的硬斯 为了调查刚刚逃走的二弟 他再次找上了宿主 希望能从他嘴里 得知他最深层的欲望 毕竟拥有破坏属性的宿余怪 给城市带来的危害 实在太大 但女人却迟迟不肯 透露半分信息 这时 一达出赶来说出了真相 经过调查 他发现 女人其实已是暗恋着自己的老师 而他想要破坏的 正是老师的婚礼 果然陷入恋爱的女人 都是疯狂的 在听完一达出的解答后 隐私终于后知后觉 这时 舞蹈馆内出现大量是一怪 而这些杂兵 都是出自乌凡之手 在与这些小怪的对战过程中 一达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有欲望不是坏事 但需要遵守规则 切无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总之 在一顿嘴炮输出后 宿主决定前去终结自己的欲望 穿梭幽密的森林 他终于追上了 试图破坏婚礼的二弟 虽说他有了直面欲望的勇气 但结果 人和开头一样 光速下击 就在怪人即将终结宿主时 一达出出手打断了攻击 现在到了他的打工时刻 变身成抢面骑士的一达出 装着自己处在新手保护器 硬时将射手完成了进展 结果不用多说 很快就落入了下风 眼看情况不对 但其立马举起客金枪 对着怪人连续射击 打出火器的怪人召唤来闪电 劈着但其到处逃窜 话说在日本烧山会牢底坐穿吗 就在两人机身格斗时 硬撕驾着机车打断了怪人 并从暗库手中接过核心硬币 变身成大拖把 联合一达出对着怪人展开正义的群殴 就在他们打斗的过程中 乌凡从背后偷袭过来 画面一转 真母博士竟然利用上半时间 偷看假面骑士 原来但其腰带的出现 就是便于红上用来收集硬币 弥补财神的空虚 面对乌凡压制性的进攻手段 但其发挥出人民币玩家的优势 从前生成史之级装备 拥有屡带腿的一达出 拖动者用肿的大腿 踹得乌凡怀疑人生 当然 仅仅掉落的这些硬币 还不够回本 为此但其掏出了自己的大宝贝 直接捅进乌凡的身体 大量的硬币从他体内流失 期间还失去了一枚核心硬币 一打出这边赚得盆满钵满 反观欧姿 连个小怪都搞不定 为了快速结束战斗 安库送上了曼云硬币和猎包硬币 切换形态的欧姿 掏出闪电边 对着怪人展开疲憋教育 点开欧姿压制了对手 但其决定释放大招收尾 但这招有个缺陷 就是前腰时间太长 需要欧姿拖住怪人的行动 无奈 欧姿只能使用绝技 闪电五连边 将怪人强行留在自己身边 在冲了弹量硬币后 但其他大招终于蓄理完毕 这场战斗告诉我们 大团一定要牵后排 爆炸过后 安库偷偷地来到门基罐旁 干起来偷家的勾当 堂堂贪欲者为了硬币 已经失去了该有的尊严 不知道他们能否和二期和睦相处 无杀风 我们下期再见